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新的东西 其实根据学生的要求 要我把动词部分再复习复习 所以我大概列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标题 当然你会发现我们整个说完之后 这是整整的一页 动词总说 总说的话是动词的五方面性质 打几个字 拿五个性质 实态 语态 语气 人称 数 换句话说好像每一个动词 我们都可以问这三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它什么实态的 它什么语态的 它什么语气的 它什么人称和数的 好 接下来是关于四个实态的问题 其实严格来说呢 一共有七个 但是因为这本书它的编法的话 它只放了五个进去 有两个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用的太少 这本书没有介绍啊 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了四个了 或者说至少我们第四个的话呢 稍微有点接触了 第一个是什么 现在时 现在时是学后面一堆东西的基础啊 我们还是以律偶为例 来写写可能它的这个边位表 不过我们先说说看它的形式 一个现在时的动词 它有哪些东西构成 磁干 加磁尾 简单说就是这样 或者我们再说的稍微详细一点 磁干的话是实态磁干 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同的实态下 磁干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磁尾的话 嗯 就是也可以说是 现在时或者是第一套磁尾 金江磁尾 好 然后我们说过了以绿偶为例 我们来写写看它的边位表 嗯 打一个表格 那么这些天我们只有主动和中备动之分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 这个单数 是负数 同样这里也有 中被动 单数和负数 人称方面有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这个表格不白打 因为后面的话我们都可以复制粘贴 和第三人称好了 打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得开一个的输入法 刚才录制之前忘了开这个事 以绿偶为例 那么第一个形式是我绿偶 然后绿也一次 接下来 绿也 然后 复数版的话 绿我们 绿也得和 绿 一个打在括号里面的N 绿5C 好中被动 中被动的话其实只要改改尾吧 就行 它的词干是一样的 另外的话 它是中被动换句话说 它的中被动其实形式是相同的 至于到底是中动还是被动 这个需要通过上下文你才知道 有第一个 那麦塞胎的系统还记得吗 绿欧麦 第二个本来是应该是绿也塞 但是它会发生一些缩略 最终变成这个德行 这是最难记的一个 绿也 再下来绿也带 绿欧麦萨 动音会轮到这 然后绿 st 最后绿 动态 也就是在旁边的绿A台的基础之上 加了个N在前面 当然加了N之后 它连接云也得换 好 这是现在时就说的这么多 这是第一个时态 然后第二个时态 我们来说说看将来 将来呢要复杂一些 情况要麻烦一些 我们只说那些最正常的或者说 最需要掌握的东西 第二个 将来 将来时的构成里面总体来说多了一个小东西 整体来说多了一个小东西 除了有将来时的时态四干以外 还得再加上一个将来时态的时态标记 也就是个S或者是个ES 或者是个ES 如果是 流音字母作为 磁干的尾音的话 然后再加上对应的尾巴 这个尾巴的话呢 跟我们前面学的尾巴是一样的 金江 现在和将来 它的尾巴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还是以绿偶为例的话 那就很简单 在这里加个S就可以了 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磁干是相同的 其实是 磁干并不一样 哼哼 其实对于绿 这个词来说 它的磁干实在是太特殊了 他好像走到哪都是这个 那这个 都一样 直接挂上去就行 好 但是这地方呢 要改一个小地方 嗯嗯 我这也没没对好啊 那来这 就是我们还没有学它的被动 被动的话要在这一章的最后才学得到 得跟另外一个实态一块 上面这个中被动没问题 现在实态我们是学完了 下面这个只有中动 被动 还得 以后再说 这是第二个实态 讲完了现在讲完了将来 接下来我们就是 做过去的事 是吧 过去的事 过去 两种 一种是 过去未完成 未完成时 那他的形式又是怎么样 由他的实态磁干 还加上没有实态标记 对 加上对应的刺猬 不过这套刺猬跟刚才的不太一样 但是在前面多了个东西 做了一个往系号 这就是一个小A 好 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例的话 我把它稍微换一个吧 就把它去删击所有的S 换一个电 我们看它跟现在实态差别有多大 另外的话 这地方也是中备动 这地方可以把被子再加回来 从这托一个被子下来 好 那A 未完成的话 在前面加了往系号 所以 每一个前头 其实都有个小A A 然后中音要跑这来 A 然后 绿 接下来 Om Alium 然后 A 绿 S 下一个 A在前面 A Li A 然后这边 Alium 没错 长的是一样的 它还是会跟现在是它有些地方 有类似的地方 比如这个尾巴上 下一个也是一样 Elium 没有变 但下一个不同 这个的话 Alium 也是可以把第一个复制下来就行 Elium 也就是好像贝勒一串有贝化 就回来了 这两个是相同的 那你需要通过上下文来判定 到底是第一人称的我 还是第三人称复述的他们 三方下的 东北洞的情况 东北洞的情况的话 它跟麦斯特派相比 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变得毫无关联 变成了 MEN SOTO 这一套 A在前面 Elium MEN MEN SOTO Elium 继继续 A在前面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里面最复杂的一个 最难记的一个 Alium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 Eso Eso的话 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 下一个 MEN SOTO TO是吧 Alium Alium 继续 A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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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下一个 Alium 也没问题 只是加一个A在前面 然后最后一个稍微变化一下 A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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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未完成就说完了 那第三 不是第三 第四种 也是我们刚刚开始接触的这种 我们只稍微提个头 再 就是第二不定过去 不定过去呢分两种 我们先学的是第二 这个很烦 这个常规啊 大多数的教材都是先讲第一再讲第二 这本书孟恩斯他是先讲第二再讲第一 就是因为我猜第二不定过去他用的词尾 跟我们的未完成式这些词尾是一样的 用的是上面这些要的词尾那区别在哪区别在于词干 区别在于词干 而且呢他不会以这个律 他不会以这个来举例 你在书本里面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第二不定过去他只有第一不定过去 所以他会书本举了一个以 比如说获得拿那个词 Lambano那个词来举个例子 这里就不再一时说 因为我们还没怎么系统的说过这词 从形式上来说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 实态磁干 只是这个实态磁干又不一样 又是个新鲜的实态磁干 然后说到实态磁干呢 我们再多啰嗦两句 就这四个里面 这四个里面 有哪些实态磁干是相同的 这个的实态磁干 跟谁 比如说这四个不都差不多吗 不 那只是因为绿的特殊性 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各个实态都差不多他的实态 但是如果你换个单词就看得出来 跟谁跟这个是一样 所以这个你说他是什么实态磁干 他说未完成实态磁干 我不能说是错的 但其实你也可以说 他就是现在实态的实态磁干 最后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缩略 缩略的话呢 在我的归纳里面 我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辅音的缩略 主要是那个色音方块的问题 一个是圆音缩略 好 圆音缩略的话 我们先画一个色音方块出来 色音方块 也就是从歌科科开始吧 歌科科 歌 然后 科 和喝 还有什么 以及这 这 这个色 好 三乘三的表格 这也不是乱来的 这些东西放在一块不是乱来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数着看 第一列的话 第一列的话 第二列的话 你的双唇都会必紧 然后第三 你的舌头都会去顶住 齿音 齿音音字母 或者有些也就把它叫做齿音字母 好 接下来 横着来 横着来 第一列 个 的 这是属于卓音 然后对应的下面就是它的对应轻音 第三个是送气 对这也不是乱排的 是吧 就这几个东西随便怎么排 还是根据它发音的位置 怎么样 有所不同 然后是他们三碰碰到了什么是吧 碰到了Sigma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它Sigma 那第一个个 克 那变成了 克斯 而 克克和夫呢 他记得它之后 变成 克斯 最后一个 直接就是个S 也就是他们不能共存 有S在的话 这三个脚就不见了 好 这是辅音缩裂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原音缩裂 其实 在这部分重点要复习的 其实下面这块 而原音缩裂里面的话 书本列举了很多的 这个规则 谁加谁 最后被缩裂成了谁 怎么怎么样 那在我看来呢 你也可以先只抓住几个重要的规则 或者原则性的问题 这个地方 我们讲原音缩裂是发生在哪 质干的 伪原因 如果他是以 原因结伪的话 当他遇到 连接原因的时候 遇到连接原因的时候 他就会发生缩裂 他就会发生缩裂 两个原因在一块 就会两年一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而这点上来说 伪原因 也不是所有的原因 都会跟后面的原因发生一些化学变化 我们只有三个 我们只有三个 也是A型缩裂 然后 A型缩裂 和O型缩裂 而连接原因呢 也只有两个 也不是跟所有的原因都会有 是吧 一个是O 一个是A 也只有这两个 也只有这两个 好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总原则 就是 这三个原因 AO 这三个原因 谁的力气最大 一个原则就是O 力气要大于A 然后要大于A 也就是说 如果是 某两个家伙相碰的情况下 那么力气大的那个 会导致最后变的结果 向着他力气 让他方向去跑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A R在一块的时候 这有种反 A R在一块的时候 其实是谁在前 谁就赢了 或是 R和A在一起 谁在前 谁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出现了 一个 A 碰到了一个连接原则 O 那么 谁赢了呢 根据这个力气来说 O是力气更大的一个 所以 O赢了 最终变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向O靠近 所以最终变成了一个O 方法的道理 当我遇到了一个 A的尾巴 再加一个O的尾巴的时候 RO 你看 谁的力气大 还是O力气大 所以最终你变出来的结果 还是往O上去靠拢 只不过 这回的话是一个这个 A 谁在前 谁就赢 例如 如果是 A的尾巴 再加了一个 A的理解原音 那么 谁在签 谁就赢了 A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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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赢了 A赢了之后 把A拉长 A就不要了 A就不要了 而另外一点 如果 A在前 A在后 是A赢了 不过 你在 我们的这个 尾巴的缩裂里面 你遇不到 这东西哪遇得到 你在我们的 网西号里面 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 A跟A在一块 A跟A在一块的话 那A先 A就赢 所以最终变得 向A的方向去变 那变成了一个长的A 变成这样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进行复习的这一块 我们下一次 接着往后 上新课 下次见